好 主播各位觀眾 記得現在位於台北的晴天岡 中台米塔 持續地朝向北台灣逼近 一早晴天岡就出現這個 很強大的風雨 可以看到晴天岡現在 一片霧茫茫的 就是白板能見度非常的低 以及晴天岡的牛隻 不敢到處亂走 因為風牆雨大 所以全部都聚在一起 可以收大家彼此互相保護 要來一起抵禦這個颱風 但其實氣象局預估 這個米塔颱風 也有可能在中午的時候 接觸到東北的台灣的陸地去觸路 以及不排除它後續會有 登陸的可能性 現在這個米塔颱風 它的中心風速 在過去三四個小時 是持續地增強當中 要提醒民眾 真的是要小心安全 沒事不要出門 尤其是從下午一直到今天的凌晨 將會是米塔颱風 影響北台灣風雨最強烈 最距的時候 這個台北跟新北最大風速 都有可能來到十級正風 民眾一定要小心安全 沒事不要出門 那以及在這個豪大雨的部分 包含北北極的十四個縣市 都已經發佈了這個豪大雨的特報 包含這個宜蘭 新北跟桃園地區 都是豪大雨的警戒區 低蛙的民眾要小心預防這個淹水 要做好方態的準備 那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將實驗鏡頭交還棚內主播